阿国是斗溜这家百年手工棉被行第四代接班人 他总是说做手工棉被多半满头白发 很少像他这样还是黑头发的 从曾祖父时代家里就以制作手工棉被为生 阿国小时候经常看着父亲弹棉花转轮斗 真的别看我现在这么大 我坐过这里 我爸爸这样子 那我坐这里 但年轻的儿子不懂老爸爸对于传统手工技术的坚持 手工棉被日以至认为是比较是黄温的那种行业 坐在那个办公室吹冷气那个才高干 爸爸你坐这个整天那个棉被 对啊 那个整天都是棉花 这个有什么前途 一直念说 现在的生日浸盆它转 说自己的老板 亲自买自己转 你就没那亲自就没得到 一段有没有人家的手工棉被就变出来 变出来就变出来 也在这时阿国才知道父亲对于手工棉被的坚持 那几年生病的父亲坐在一旁教阿国一点一点慢慢学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稍后一点 因为这个是保护我们最重要 对这种温度 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身体 这个部位 往生前的父亲还为阿国牵起和印尼看护的情缘 一度抗拒这段异国情缘的母亲 也被两人的感情融化 我来跟阿宋说 我跟阿宋 我都叫阿宋 我都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说 我爱他 他跟他跟阿宋 我跟他结婚 好吗 我说 好 有印尼虽不背双 现在的阿国做起棉被不仅更加踏实 也更加奇景